福安慈善会在县议员张志敏的牵线下 与竹山成立关怀战 是希望能以最快速便捷的效率 来帮助偏远山区的民众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向慈善会提出需求 慈善会将会尽所能来帮助他们 我们南投县福安慈善会以仁义仅义 仁义仅义的精神来辅助弱势族群和遍远户 以仅义乱救助上障补助为导向 推动各项公益活动 今天我们福安慈善会在张志敏议员服务处 开设关怀战是为了能更方便更快捷的 照顾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和不拘老人 还有欢迎各乡亲们 如果你们身边有需要帮助的家庭和个人 可以提供到我们福安慈善会和独山关怀战 我们慈善会会尽最大的所能 来帮助照顾社会各个角落的弱势群体 让他们能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福安慈善会竹山关怀战的成立 除了能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民众外 先议员张志敏也希望借此 将慈善会正面的力量传播出去 让这股力量改变祖山 让地方更加美好 以前我们的中部的跟我说 说祖鼻没敌人 慈悲没有敌人 那我最近跟福安慈善会 和很多朋友 做会来后 我觉得人主的力量 可以改变世界 所以说我会很开心 很感恩的心情 感谢我们福安慈善会 特别来到达山庭 成立达山的关怀战 希望这一股力量 可以让达山 多来正向的力量 多来足弊的力量 多来改变 议长何正峰感谢福安慈善会 帮助民众的善心 也期许竹山关怀战的成立 能让更多的人受到帮助 记者卢宇凯 竹山镇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